这是2019年播出的一部治愈爱情韩剧 讲述的是脑神经外科医生和世界料理大赛出身的顶级主厨 两人互相治愈过去的伤痕 给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士提供料理的爱情故事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巧克力 故事开始 这个小女孩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饥肠饿度的她看见晒在地上的红薯干 拿起一块就塞进嘴里 突然 身后出现一个小男孩说这是给牛吃的 又指了指旁边 那些才是给人吃的 可没想到小女孩反而说牛真幸福 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看着穿着华丽的女孩 感觉也不像吃不起饭的样子 善良的男孩为她做了一桌子美食 可女孩不敢吃 因为自己没钱 男孩却表示不收钱 你只管吃 男孩叫阿江 父亲英年早逝 从小和妈妈在海边长大 俩人相依为命 母亲开了一家小餐馆 凭借精湛的厨艺 小店的生意每天都很火爆 阿江从小愿望就是做一名像妈妈一样优秀的厨师 看着女孩狼吞虎咽吃东西 她很开心 突然女孩流下眼泪 阿江还以为她吃到小石子 原来是食物太好吃了 女孩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感 阿江拿出纸巾帮女孩擦进脸上的泪水 让她午餐也过来吃 自己会给她做好吃的巧克力球 以后只要饿了 就来这里吃饭 怕她没吃饱 又去屋里给她盛米饭 却没看到小女孩的家人过来找她 中午 阿江早早就拿出珍藏的巧克力 精心地为女孩制作巧克力球 可一不小心碰到煮奶锅 瞬间滚烫的牛奶洒到胳膊上 与此同时 小女孩却因为贪吃胖了0.15斤 就被严厉的母亲一阵辱骂 此刻正坐在返回城市的豪华汽车里 简单包扎过的阿江 强忍疼痛继续制作巧克力球 想到中午女孩大口大口贪吃的模样 嘴角就乐开了花 可都已经中午两点了 女孩还没有来 阿江端着制作好的巧克力在门口等待 左瞅瞅 右瞅瞅 依然看不到女孩 这时门口停下来几辆豪车 下来一群衣装华丽的妇人 阿江还以为是小女孩 跑到跟前才发现并不是 以为是过来吃饭的 客气地表示中午已经避餐了 没想到为首的贵妇并不理会 只问她叫什么名 父亲是不是李再勋 平常学习怎么样 老实的阿江一一回答完毕 贵妇看上去还算满意 这时妈妈出来看到这群人 脸色微微动容 大人们在屋里谈试 阿江和她年龄相仿的富家少爷在海边玩耍 可富家少爷竟然特别嚣张 斥责阿江就该和狗妹妹在乡下默默生活 还不解气 在地上拿起一块石头 使劲朝阿江扔过来 不幸的是 正中头部 顿时阿江鲜血直流 忍无可忍地她站起来 抱住富家少爷 用力一点 俩人竟然同时掉进海里 俩人被送到医院 小男孩满头是血 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 可旁边却只有一位实习医生 反观富家少爷那边 只是受了一点惊吓 可周围却围满了专家 男孩妈妈担心孩子的危险 恳求专家给自己孩子也看看 可没想到却遭到扩太太咒骂 视力眼的专家也随声附和 表示医院会派其他医生过来 说着一群人便转身离开 无助的妈妈此时再次浮现财阀老太太的话 原来这个男孩竟是韩国最大财阀家的孙子 扭头看着还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男孩 大声告诉众人他的身份 而这一声大喊 也意味着将男孩的一生推进财阀家庭的斗争中 时间转眼过去20年 长大后的阿江跪在母亲一向前 陷入当年的回忆 母亲因为当年医院那件事之后 愿望就变成了得到老太太的认可 视而席而不是保母之女 她不想阿江再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排挤 可天不随人意 母亲因为一次意外早早就离开了人世 而阿江也不如母亲的医院 现在成为了财阀医院里的顶级医生 在和大伯的儿子阿俊的比赛中 阿江一点都不落于下风 这天阿江刚进行完一场手术 因为伤者伤势太严重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回天无数的阿江心情特别烦躁 正巧好哥们给他来送便当 俩人在医院的板凳上面吃边聊 一番安慰阿江的心态好了很多 送走好友 可在回到板凳的时候 却看到一个病人在偷吃自己的便当 阿江无奈地表示医院不管饭吗 病人受到惊吓 一口没吃完差点掖住 急忙喝一口阿江递过来的水 表示自己以为别人丢的 不想浪费食物才会吃的 阿江看着面前的女人 无奈地表示自己只是出去送朋友 还没吃完 女人顿时尴尬地能用脚趾头 在地上抠出一个三十两厅 问她还要继续吃吗 女人连忙摇头拒绝 阿江没放在心上 收起便当 可女人无意间看到 她胸前的工作牌上面 名字竟然是李江 这个名字好熟悉 不由脱口而出 阿江那么你认识我吗 可女人又突然想不起来了 原来她有间接性失忆症 阿江看着莫名其妙的女人 不想过多纠缠 却怎么也想不到 她竟然是二十年前 自己要给她做巧克力球的女孩 二十年前 女孩只因胖了0.15斤 就被母亲责骂 质问她到底吃了多少东西 旁边的弟弟立刻告密 看见姐姐吃了整整一大碗米饭 母亲听后感觉一阵眩晕 后天就要参加选秀 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 又反弹了回去 没有了度假的心情 一家人开车返回首尔 坐在车里的小女孩突然想起 那个男孩中午要给她做巧克力球 一年之后 公交车到站 下来一个装扮精致的小女孩 原来她并没有忘记当初的约定 来到记忆中的小饭馆 却已空无一人 旁边好心的渔民大叔告诉她 男孩一家去年就搬走了 还说当年男孩做好巧克力球 等了她很久很久 还不小心把胳膊烫伤了 时光流逝 岁月如梭 女孩本来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次地震 失去了双亲 也从那之后 精神受到打击 总是习惯性忘事 每个月都要固定来医院检查 这天她照例来到医院 在花池边的板凳上看到一份辣炒年糕 感叹有人浪费粮食 忍不住吃了两口 原来成年的她现在是一名厨师 最爱做的就是巧克力球 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一直住在她心里 正品尝着美食 突然后面有人质疑难道医院不管饭吗 尴尬的她差点一口没噎过去 原来是医院的医生 瞅见她的工作牌 上面的名字竟然是李江 不由地脱口而出 可习惯性遗忘又突然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 回到病房 终于想起来她竟然和那个小男孩同名同姓 心中的男神竟然刚才看到自己邋遢的模样 一阵懊悔 可一旁的魂球弟弟还说同名同姓的人多 不会有这么巧 忍不住来病去看看 到底她是当年那个小男孩吗 见她走来 赶紧心虚地躲开 自己也不清楚到底犯什么神经 可刚才偷偷观察怎么又不像了 突然又在电梯门口俩人又一次偶遇 女人吓得赶紧想逃 却忘了自己还在打点滴 阿江带她来到医务室 重新又给她扎上液体 还以为她是暗恋自己 告诉她自己现在没心情谈恋爱 让女人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无意间瞅到阿江胳膊上的疤痕 想起海边渔民大叔说的话 怎么跟小男孩这么巧合 而阿江晚上参加财阀家庭的聚餐 自己的大伯父竟然突然说 要派她去阿富汗医疗援助 阿富汗现在正在打仗 可大伯母却表示都是新闻上瞎写的 实际上没那么危险 财阀奶奶有意让阿江磨练 没有说话 受到伯父伯母的排挤 阿江就这样被派到阿富汗 可当地战火纷飞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伯母说的安全模样 顾不上多想就投入到医疗救援中 忙完一场手术 阿江忙里偷闲抽根烟 却看到门外的淘气的小男孩 挖出一枚哑弹 还没来得及制止 下一秒阿江的世界就陷入一片死寂 此时 远在大洋彼岸的小荣心有所处 落下一滴不知为谁而流的眼泪 六个月前小荣并欲出院 临行前却意外听到 李俊称阿江为魔鬼一样的家伙 躲在墙根偷听的小荣有点想哭 想起而是那个充满纯洁善良的脸庞 这个在自己内心如天使一般的男孩 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这天暴雨如注 道路上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 原来是前面一辆收费品的三轮车翻了 破纸箱子撒了一地 一群司机只顾着鸣笛催促 却没有一人上前帮忙 这是一个男人打着雨伞走过去 把伞地给收费品的老大爷 自己冒着大雨捡起地上散落的费品 竟然是阿江 看到这一切 小荣再也不顾老板的阻拦 下车一起去帮忙 心中也确定他就是心中天使少年长大的模样 小荣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 这次他不想再错过 可来到医院找阿江 却被告知他已经去派到阿富汗医疗园主 直到六个月之后 医院传来阿江在阿富汗受到恐怖袭击 至今生死未捕 小荣来到医院里和阿江再次相遇的长椅上 一阵微风拂过 仿佛阿江又来到他身旁 他想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 还记不记得自己 想吃他做的巧克力球 然而这一切都是小荣的幻想 阿江仿佛是一个泡影消失在空气中 缓过神已是傍晚 扭头看到旁边一个男人在低声哭泣 善良的小荣拿出一包纸巾 递给那个同样痛苦的人 没有说话 不相识的二人就仿佛一对平行线 第二天 正在忙碌的小荣被弟弟喊过来 要给他介绍一个高富帅 小荣当场戳穿弟弟的阴谋 原来他只是想要一个便利姐夫 方便借钱 这搞笑的一幕恰巧 被昨天在医院哭泣的男人看到 出来找到平复心情的小荣 将试金连同昨天 遗落在长椅的钱包递给他 小荣表示感谢 却没有想到此后 男人便经常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哪怕餐厅满味 也会在外面等待 只为吃一口小荣做的食物 而后处理忙碌的小荣发起高烧 不小心将牛排烤椒 好心的老板给他放假去看病 拦不到计程车的小荣意外遇到男人 二人前往医院 男人一旁细心照料到深夜 俩人从不相交的平行线 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天圣诞节 男人再次向小荣表达爱意 外面寒风瑟瑟 看着如此用心的表白 即使是石头也会被爱意融化 心疼地握住男人冰凉的手掌 表白成功俩人幸福拥抱在一起 而男人还准备了惊喜 请来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为他们祝福 可当小荣看到这个人时 顿时傻掉了 这一刻时光仿佛静止 看着眼前日思夜想的男人 还以为只有下辈子才能再相遇 仿佛感受到对面深情炙热的目光 阿江友好的询问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 没等陷入震惊的小荣缓过神 一旁的男友敏成调侃 不要用这么老掉牙的梗大善 自己刚刚表白成功 他现在可是你大嫂 为好哥们找到真爱高兴 阿江忠心地祝福两人 可小荣现在却心乱如麻 敏成热情介绍这是自己最好的哥们 他叫李江 刚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小荣此时泛红要哭的眼睛 洁白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 今天会是一个白色的圣诞节 敏成左手拥抱阿江 右手拥抱小荣 享受自己收获爱情 好哥们又大难不死的幸福 但小荣此时却感受到命运的捉弄 看着雪地里开心玩耍的好哥俩 他想不出以后三个人该如何相处 那个在自己心里住了二十年的天使男孩 早已落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滴泪水从眼角悄然流下 小荣来饭店找到老板 他要辞职 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里没有他 只会有自己的思念 时光流逝 一晃六年过去 这天 一位在首尔举办演唱会的超级明星 不慎从舞台上摔落 受伤严重昏迷不醒 得益于阿江精湛的医术和援助阿富汗救人的光荣事情 团队和家属主动要求阿江进行手术 鉴于超级明星的影响力 这场手术万众瞩目 如果手术顺利成功 不仅会给主刀医生带来无尽的荣耀 也会给阿江争夺财阀继承权上增加一笔仲裁 这绝对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就在阿江准备手术前夕 电话响了 看号码是许久未联系自己的好哥们敏诚 接起电话那头却是另外一个人 阿江疯狂地跑到病房去 看到此时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敏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病得那么严重却没告诉自己 这是一旁的助理提醒明星的手术马上要开始 阿江来到手术准备间 看到敏诚的主刀医生 那是一个靠关系进来的一二代 前几天还刚刚出现了一起医疗事故 阿江警告他如果这次手术出现差错 自己一定不会轻饶他 唐哥李俊的办公室门突然被打开 是阿江的助理 手术准备开始 而敏诚的手术台前 主刀医生竟然换成了阿江 与此同时 跟自己争夺财阀继承权的唐哥李俊 出现在超级明星的手术台前 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阿江为了兄弟选择了放弃 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 手术结束 唐哥李俊走进正式宏大的发布会现场 宣布手术圆满成功 各大媒体和报纸争相报道 一时间电视上 互联网上大肆宣扬李俊医术高超 医生李俊的名气得到大大提高 然而这边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阿江 兄弟敏诚的手术失败了 颓废地坐倒在地上 阿江掉下伤心的泪水 这时敏诚的父亲走来 安慰他不要太难过 宁承自己也知道手术希望渺茫 所以才没有提前告诉你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宁承的父亲心里也盼望 能出现一丝奇迹 看到阿江因为手术失败陷入自责 感谢他在所有人都放弃时 还那么努力挽回 可想起兄弟将不久于世 阿江伤心的眼泪就溢不住流出眼眶 一周之后 阿江来到临终关怀中心 看望躺在病床上的宁承 俩人像往常一样互相调侃 仿佛生离死别也不过那么回事 正说着护工过来送餐 吃了一口精致的饭菜 宁承放下勺子 阿江赶忙询问是不太舒服吗 宁承却说饭太难吃了 自己想吃饺子火锅 听到这些阿江连忙表示自己去买 可没想到宁承竟然想吃小龙做的 还说那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阿江却很生气 都这个时候了 为什么要提那个抛弃你的女人 可没想到宁承却表示自己死前 如果能吃上一次小龙做的饺子火锅 那也就死而无憾了 与此同时 远在地球那一头的小龙 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一切 正在忙碌的他突然接到电话 原来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又惹祸了 打破了一瓶八千欧元的红酒 小龙无奈只能多干几份兼职还钱 可没想到一起做兼职的工友告诉他 这里马上要举办美食大赛 赢得第一名的奖励 就是那瓶八千欧元的红酒 小龙一下兴奋了 这是自己的强项 熬了几个大业研制出几道可口的美食 大赛很快就到了 制作好自己的美食准备接受评分 可评委一亮相 小龙傻眼了 竟然是阿江 时隔六年 他们竟再次相遇 纵然六年未见 可再次相遇却依然还是心动的感觉 那个住在他心底的天使南海 一刻都不曾离去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捉弄 面前的男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心思 甚至还抱有敌意 作为美食大赛的评审 一顿鸡蛋里挑骨头评价让小龙错失冠军 还在公交车站拦住他 质问他为什么要抛弃敏城 是不是有了其他男人 看着面前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 小龙不想解释 他要把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 第二天 正在后出忙碌的小龙 突然被主管通知 去服务一名不会讲英文的韩国人 果然 阿江优雅地坐在那里 张口却要点一个饺子火锅外卖 可这里是高档的意大利餐厅 小龙表示没办法 豪气的阿江立刻先点一瓶82年拉费 表示现在能不能做饺子火锅 主管见到金主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小龙前脚刚进后厨 他就跟进来 让他赶快给这位尊贵的客户 做一顿饺子火锅 无奈的小龙只能听从主管的要求 正在揉面 阿江来到后厨 问他现在过得幸福吗 小龙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后厨不允许客人进来 让他出去 可阿江又说 难道不想知道敏城现在过得怎么样吗 想到自己最亏欠的那个人 小龙情绪有点激动 他不想对不起敏城 可自己的心已经完全被面前这个男人占据 故意说俩人既然已经分手 总不能为对方负责一辈子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阿江听到这些失望极了 他为敏城感到不值 他不允许自己的兄弟这么卑微 临死之前最大的要求 竟然只是吃这个女人一顿饺子火锅 在他眼里 小龙是如此的薄情寡义 不敢相信阿江竟然表示敏城时日无多 想再确定阿江已经走出房间 出门正好碰到小龙的弟弟 阿江还以为这个就是小龙的新男朋友 不过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正巧接到敏城的电话 不得已承认自己来国外找小龙 可是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 干脆放弃饺子火锅吧 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 小龙看着远去的阿江 他觉着欠敏城太多了 而阿江回到国内 把首尔所有好吃的饺子火锅都给敏城买了 然而没有一种是小龙的味道 敏城很失落 看着不能满足好兄弟最后的愿望 阿江很自责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小龙回来了 阿江因为擅自为兄弟做手术 得罪了那个空降的一二代 不仅被家族要求磕头道歉 还被医院停职 甚至连家门都不让他进 财阀的家庭只有利益 没有人性 坐在车里感慨这些 阿江看到儿时的那个笔记本 回忆起小时候最大的愿望 就是做一名厨师 看着笔记本上自己一笔一划写的师谱 他想亲自为好兄弟做一顿饺子火锅 可他想不到 那个他认为冷血无情 薄情寡义的女人 此时就站在窗外 看着全球顶级的神经科医生 正笨拙地揉着面 小龙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没办法和敏城在一起 但他也希望敏城幸福 可现在即将天人永隔 自己心里觉着更对不起他 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 为他做一顿饺子火锅 突然阿江接到一个电话 大伯父院长告诉他奶奶的一个 才发朋友突发脑出血 情况十分危急 让他赶紧回来做手术 如果手术成功 就不会追究他之前的责任 可其实谁都知道 这是一个圈套 因为手术成功的概率极低 一旦手术失败 所有的锅只能阿江自己背 财阀的家族里充满了这些尔虞我诈 可堂哥李俊找到父亲 他并不想通过这样不光彩的手段 赢过阿江 内心的骄傲不允许他承认比阿江弱 就在手术马上开始前 他来到手术室证明自己不会临阵脱头 可阿江故意激将他 如果不是害怕担责任 就自己主刀 因为本来就是你的病患 骄傲的堂哥果然上进 可手术的过程中因为自己判断失误 病员出现大出血 情况十分危急 关键时刻 阿江上来 代替堂哥完成手术 危机状况很快就被解决 病员的手术顺利进行 看着自己又一次被阿江比下去 李俊生气地走出手术室 与此同时 小荣正在刚才阿江站的位置 用心地给敏诚做一顿饺子火锅 忙完手术 阿江约敏诚去钓鱼 因为俩人有十年没有一起钓鱼了 好兄弟最后的时刻 阿江想多一些陪伴 可突然 满身鲜血的助理告诉他 刚才突发一场车祸 大量伤者住院 急需手术 阿江只能先去救死扶伤 而这边小荣把饺子火锅做好 交给了敏诚的未婚妻 还谎称是阿江做的 敏诚看着眼前的饺子火锅 不敢相信这位顶级医生兄弟 竟然亲自下厨为自己做饺子火锅 可只吃了一口 他愣住了 心里瞬间很安慰 还是那个久违的味道 他知道 他回来了 看向窗外 此时他很知足 做了一天手术 阿江充满疲惫 想起和好兄弟的约定 打电话给他 却是留言状态 可没几分钟电话打来 告诉他敏诚走了 在和他约定钓鱼的地方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不同地点的两个人 阿江和小荣 知道这个世界上 和他们有着深深羁绊的人 在这一刻永远地离开了 小荣收到敏诚给他留的遗书 其实他早就知道 阿江才是小荣等的那个人 可因为自己太喜欢小荣 才导致俩人没在一起 人生苦短 用在自欺欺人太浪费了 希望小荣以后能好好照顾阿江 自己能在走之前 吃上小荣做的饺子火锅 已然无憾 看着敏诚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 小荣内心充满悲伤 来到湖边 这是敏诚最后待过的地方 却发现大雨中 独自垂掉的阿江 原来他也在这怀念 自己最好的朋友 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去 磅礴的大雨 仿佛并没有打在他们身上 走到阿江跟前 告诉他自己 给敏诚做了饺子火锅 提起那个伤心的名字 俩人都抑制不住悲伤 小荣说完转身就走了 只留下独自垂掉的阿江 而这时 敏诚的父亲给阿江发信息 虽然知道他现在很伤心 但还是过来送敏诚最后一程吧 别让他久等 回去的路上 阿江看见在大雨中 失魂落魄的小荣 让他上车 这边打不着出租车 可车上的二人无话 阿江内心一点都不喜欢 这个好哥们的前女友 告诉小荣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便再也没有开口 看着这个深藏在心底二十年的男人 小荣也不知道经历这件事之后 俩人该怎么相处 可能上天注定没有缘分吧 雨越下越大 阿江经历一天忙碌的手术 此时早已疲惫不堪 几次都差点和对面来的车寡蹭 为了安全起见 阿江把车停在路边 稍作休息再赶路 疲惫的感觉让他很快就陷入小气 小荣贴心地把雨刷器关掉 不想让噪音打扰到阿江休息 看着睡熟的男人 想着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相见 忍不住想要伸手抚摸他的脸庞 然而此时阿江却突然醒了 可还没来得及说话 后面突然行驶过来一辆渣土车 重重地撞在他们的车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阿江从昏迷中醒来 看着满脸血迹的小荣 丰富的经验知道他现在很危险 顾不上自己的伤痛 抱着小荣来到最近的医院 经过检查小荣伤势严重 急需做手术 可这穷乡僻壤根本就没有高级医生 阿江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可医生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你自己的状况都看着好不了哪去 可时间不等人 阿江自己进行简单的包扎 换上手术服 虽然不喜欢这个女人 可他内心却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手术的过程很艰难 阿江凭借坚强的意志和精湛的医术 顺利给小荣做完手术 放心的他颤颤巍巍走出手术台 强行集中精神完成这种高耗能的手术 已是强弩之末 就在他即将倒下时 仿佛看到堂哥李俊出现在他面前 时间很快就过去一年 恢复健康的阿江正在指导一群实习医生 刚训斥完一个小伙 因为手抖没有扎准动脉 自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一群期盼的目光中 阿江拿起针管 可即将抽血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手怎么也不听使唤的颤抖 强行镇定假装表示 先进行一次错误的示范 可再次准备抽血的时候 手依然止不住地颤抖 阿江内心顿时慌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这么多徒弟在场 他强行屏住呼吸 顺利地抽出动脉血 在一群人的欢呼喝彩中 阿江暗自松了一口气 可刚才这种事 对自己以前就是小菜一碟 就在这时 接到医院通知 一名裁罚大佬的夫人突然脑出血 急需做手术 点名让阿江主刀 这对阿江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机会 因为裁罚大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是大伯母给李俊物色的媳妇 这次虽然看上去病人情况危急 但这种简单的手术对于阿江来说 其实是小菜一碟 只要手术顺利成功 阿江很有可能成为裁罚大佬的成龙快血 自己和堂哥争夺的家族继承权 也会顺利应当地内入囊中 在裁罚大佬和医院所有高层的陪同下 手术开始 可拿起手术刀 阿江发现一只稳如泰山的手掌 还是像八十岁的老大爷一样颤颤巍巍 旁边的助手看到很惊讶 阿江稳住心神再试一次 可结果还是一样 连一旁观看手术的裁罚都注意到了 刚要责难 大伯父院长连忙表示歉意 幸灾乐祸地让自己儿子李俊接替了手术 失落地走出手术室 阿江握着自己右手 他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 回到办公室 找到自己头部CT照片 上面显示脑神经上有一个残留的血块 看到这些他顿时猛了 这无形地宣判自己以后再也不能拿手术刀 阿江很崩溃 他要疯了 多年的努力 换来这样的结果 想到一年前的那场车祸 自己昏迷前看到的堂哥李俊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他的办公室 质问他当时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 难道因为争夺继承权 就可以这样毁了他一辈子吗 可李俊丝毫不觉着李亏 还理直气壮地表示 如果不是自己 当时你就死了 自己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为什么血块没有清理干净 可堂哥只说 当时自己做的是最正确的选择 阿江要崩溃了 可现在目已成舟 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与此同时 临终关怀忠心 小容正兴高采烈地给大家做午饭 恢复健康的他这一年都生活在这里 制作美食让他心情愉悦 和阿江再也没有交集 可能这辈子就是有缘无分吧 日子每天过得也很开心 那个魂球弟弟也追到这里 每天都想方设法骗老太太的零花钱 可每次都会被善良的小容抓包 让他把骗来的钱还回去 做出好吃的炸年糕 给患癌症的小朋友吃 还鼓励他一定要活到一百岁 突然过来一个小女孩 他要玩捉迷藏 两个人玩没意思 就要求旁边的小容一起玩 同心未敏的小容爽快答应 喊了五个数就开始 自己躲在一个柜子里 两个小孩子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 结果就忘记了小容 他在柜子里躲了很久 一直没有人来找他 竟然慢慢睡着了 直到晚上 昏暗的房间 狭小的空间 耳边还不时传来装修声 小容似乎又陷入他十二岁那年 深陷地震中的那种恐惧 而这是医院大门口 院长和一群护士在迎接一位新同事 一辆蓝色的豪华汽车轰鸣停住 原来阿江被分配到这里上班 看到下车的阿江 护士都称太帅了 变成小迷妹 交代好工作 阿江搬着自己的用品 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但突然好像听见房间里面有什么声音 打开一看 竟然是陷入梦魇的小容 上一刻还在祈求永不相见的两人 却又阴差阳错再次相遇了 阿江刚想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女人像受了惊吓一样 扑进阿江的怀里 边哭边喊着里面还有人 赶快去救 说着晕了过去 阿江把他送进医务室 才看清楚这个人竟然是一年未见的小容 这时厨房的大婶得知小容昏迷 着急地过来看望 阿江趁机询问小容怎么在这里 大婶只说他是个苦命人 为了帮弟弟还账 留在医院做厨师 看着昏迷不醒的小容 阿江仿佛对他有了一些其他的看法 关怀中心的人为新来的医生举行欢迎会 可阿江看着桌上的大婶奶奶和小孩 想着自己从一个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 竟然沦落到要在这关怀中心照顾这些要离开的人 心中多了一丝悲凉 客气性地说了声谢谢 转身便走出了房间 出门正好碰到苏醒后的小容 俩人对视一眼 一个不想说话 一个不敢说话 缘分总是让俩人相遇 可俩人却又一次次错过 第二天 不甘心接受命运的阿江又回到那个无情的家 可固执的奶奶责怪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了 一个外科医生联手都不能用 那就像一个废物 阿江不想放弃 表示自己会努力 可奶奶让管家拿出一盘豆子 如果阿江能成功加起豆子就允许她回去 可是了两次都失败了 旁边的伯父伯母幸灾乐祸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儿子继承了全部家产 失落的阿诚再次回到关怀中心 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女人坐着轮椅 男人脸上充满了悲伤 院长告诉阿江 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学生 而他和他老婆 曾经是让人最羡慕的一对 非常恩爱 可来到这里 哪一个不是要和世界告别的 而这边小荣正在准备中午的食材 突然一个拐棍打在自己身上 原来是一个老爷爷 他想让小荣带他去吃炸酱面 小荣心情不好 想着明天再带他去 可炸酱面爷爷表示自己哪里还有明天 万一明天自己死了怎么办 小荣无奈再次带着他去吃炸酱面 来到面馆 小荣吃了一口炸酱面 并不好吃 可奇怪为什么老爷爷总是想来 光吃饭不喝酒没意思 老爷爷还想来杯白酒 可小荣关心他的身体 没有答应 结果回来的一路上炸酱面爷爷都在抱怨 还耍起小孩子脾气 不让喝就不走了 就在小荣想要回去时 突然来的一个外卖车 把老爷爷撞倒在地上 到了病房里 老爷爷正在挨骂 可他面带不屑 仿佛在说你凭啥吵我 阿将无奈地给他擦拭伤口 扭头看到旁边忐忑的小荣 火气立刻上来 为什么每次遇到你都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你是扫把心吗 其实老爷爷总是想去吃炸酱面 是有原因的 可没给小荣解释的机会 阿将厌恶地表示 希望他这一段时间不要再给他带来麻烦 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看着思念了二十年的人竟然如此讨厌自己 小荣心里很凄凉 这是医院的一名患者因为吃了不敏的食物 突发休克 院长大声责骂厨房的大婶 因为他有痴呆症 肯定是忘记了患者忌口哪些食物 而大婶也充满自责 可自己却一点都没有印象 小荣看到大婶挨骂 一边同情他 一边担心休克的患者安危 被出门的院长看到 责令他们马上离开医院 而这边阿将正给患者进行急救 看着自己颤抖的手 还是决定给患者进行插管 因为已经来不及转院了 静下心态 阿将顺利完成 患者也因此脱离危险 而大婶这边陷入深深的自责 小荣想让他再做一次菜 品尝了一口 果然发现和患者过敏的配料不一样 大婶的妹妹只好承认 因为自己粗心大意 才导致患者休克 可大婶还是沉浸在自责中 眼看马上到晚饭时间 再不做饭大家就要挨饿了 小荣赶紧手忙脚乱地忙活起来 还不忘安慰大婶如果她有问题 自己一定会第一时间提醒她 做好可口的饭菜来到餐厅 看着大家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小荣很开心 可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 这时大婶推着汤车走进来 看着她不再因为患者过敏自责 善良的小荣也露出微笑 中午正准备食材 炸酱面爷爷又来了 嚷着让小荣带她去吃面 可小荣这次真的不敢了 再去真的被开除了 老爷爷说了句算你狠 又找到停车场炫富的魂球弟弟 可任凭老爷爷怎么诱惑 魂球弟弟都不答应带她去 被模凡了直接告诉老爷爷 就算去多少次也见不到你儿子 因为他已经把你抛弃在炸酱面馆了 不愿意承认她的话 气得炸酱面爷爷拿起拐棍就打 正巧被小荣看到 虽然平时讨厌这个弟弟 可小荣依然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她 老爷爷被气倒在地 而这一幕也被一旁的阿江看到 连忙扶老人回病房 病床上炸酱面爷爷还想去面馆 大家明白他的心思 安慰他今天面馆关门了 明天一定会带他去 还说已经给面馆留了字条 如果儿子去找他一定会联系医院 俩人还拉够约定 而这边小荣亲自做了一碗炸酱面 给老爷爷送去 可到了病房门口 出来的院长和阿江悲伤地告诉他 老爷爷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虽然早知结果 却还是难以接受 晚上小荣独自一人来到面馆 他是来拿老爷爷丢失在这里的帽子 刚要出门 竟然碰到阿江 不敢和他有任何交流 可没想到阿江竟然主动邀请他吃炸酱面 点了三份面 阿江半云一碗放在了老爷爷帽子座位上 外面下起大雨 一瓶清酒两个人三只碗 仿佛看到小荣把帽子贴心地给老爷爷带头上 三人开心地喝着小酒吃着面 漆黑的夜晚 天下着大雨 炸酱面馆的老板娘好心地过来一把伞 害怕阿江更加讨厌自己 小荣找个借口要冒雨回去 可刚一转身 被阿江一把抓住手腕 外冷内热地他让小荣一起回去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 阿江回忆昨天的事 奇怪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总是能有小荣出现 突然看到路边一个小男孩 竟然是医院的患者小智 这荒郊野岭的他在这干嘛呢 刚要下车 没想到小智看见他就跑 原来今天是他妈妈的生日 想去给妈妈送一件生日礼物 可地址太远了 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 这个距离不是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可以做到 为了安全 阿江把他带回临终关怀中心 可小智的哭闹让阿江想起自己的妈妈 顿时心软了 带着小智去找他的妈妈 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 俩人终于到达目的地 下车正要带小智去找妈妈 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 小智竟只跑进妈妈工作的饭店独自寻找 等这边打完电话 却怎么也找不到小智 心急如焚的阿江只能不停地寻找 而这边小荣回医院的路上 看到小智的哥哥在路边哭泣 还以为是小智已经离开了人世 刚要悲痛 却没想到只是走丢了 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于是带着哥哥来妈妈家去找小智 这边着急的阿江一直没找到 意外得知小智妈妈家的地址 赶忙来到这里 正好遇到同样来寻找的哥哥和小龙 这时 三人突然看见 小智正在街边的路边摊上吃炸年糕 着急的哥哥连忙跑过去 看见小智没事 大哭起来 一直过度担心导致陷入昏迷 住进医院打点滴 把哥哥和弟弟都在医院安顿好后 小荣自己拿着礼物找到小智的妈妈 想起自己被妈妈抛弃的场景 则问她为什么抛弃孩子 留下礼物便独自离开了 只留下气不成声的小智妈妈 而今天同样也是小智的生日 小荣打算要给她庆祝下 因为这可能是她最后一个生日 打定主意就带着阿江来便利店买食材 看着小荣大包小包 阿江对她的看法又多了一丝改变 利用简单的工具 把一袋袋食材做成精致的美食 阿江从开始的漠不关心 也慢慢赞叹小荣的心灵手巧 简单的生日仪式准备好 在这个简陋的便利店 大家唱起了生日歌 看到哥哥抢先吹灭自己的生日蜡烛 小智调皮地觉着有这样的哥哥真不行 这时小荣提起自己的童年 用自己的不幸来安慰她 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阿江想起在临终关怀中心初次见到的小荣 心中对她的过往更加好奇 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女孩已经开始慢慢走进她的心里 回去的路上 想着刚才小荣用自己童年的不幸来安慰小智 阿江很好奇她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童年 第二天来到医院查阅小荣的病例 却意外撞见堂哥李俊 从新闻里知道她今天做手术失败 被患者家属医报 对于阿江的安慰 却被堂哥觉着一直在监视她 得知她今天出球赶紧过来看她笑话 直到护士把小荣的病例拿来 才发现自己或许真的误解了 这位意志不待见的弟弟 心情糟糕的堂哥内心有点愧疚 可也好奇一向冰冷的弟弟 为什么突然对小荣这么关心 而临终关怀中心 院长的弟子对她老婆无微不至地关心 让大家感叹她真是模范丈夫 如果自己有个这样温柔又体贴的老公 该是有多幸福 这勾起了厨房大婶的回忆 自己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公 可自己好像疯了 把夫妻一脚踢开 还嘱咐护士长不要再错过这样的福气 回到厨房 得知院长这几天一直在吃泡面 贴心的大婶用心做了一碗牛骨汤给院长送过去 可没想到平日里一向和蔼可亲的院长 竟然对大婶特别厌恶 说什么都不吃她做的东西 伤心的大婶只能无奈端走 便宜了小荣的魂囚弟弟 一边大口大口地吃 一边夸赞大婶处意好 可突然 牛肉汤三个字勾起了她的回忆 阿江不就是和姐姐初恋的那个人名字一样吗 转瞬一想 终于明白了原来阿江就是姐姐的初恋 而此时姐姐去买菜 回来的时候在出租车上听到又有大楼坍塌的事故 这条新闻勾起了童年恐惧的回忆 顿时呼吸困难又陷入梦魇之中 没办法只能让司机先回去 可自己的手机和钱包都落在了车上 她没注意到就在她路边呕吐的时候 阿江从旁边开车经过 而她回到关怀中心时 大婶连忙问她有没有在路上看到小龙 这时医院传来病人突然休克的情况 阿江连忙过去抢救 等忙完手术已经是傍晚 想起来小龙打电话到厨房 竟然这么晚还没回来 立刻开车出去寻找 这时小龙已经被要前往关怀中心的李俊偶遇见到 等阿江再回到原来那条路时 俩人已经错过了 找了很久没找到 回到关怀中心却看到正在整理食材的小龙 仿佛松了一口气 今天是母亲的忌日 阿江带着酒来到外面祭奠母亲 而小龙回来知道她一直在找自己 来到河边找到正在祭奠的阿江 没想到竟然邀请她一起喝一杯 犹豫之际 又听见一声生日快乐 就在小龙愣神的时候 阿江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 漫天星空夜深人静下的二人 仿佛不再像之前那么遥远 可还没来得及回应 自己的魂球弟弟竟然来了 张口就喊姐夫 表示以后都是一家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出把阿江整蒙了 看着弟弟自来熟的样子 小龙尴尬地能用脚趾头在地上 抠出个两时一听 赶紧把她拉走 问她是不是喝多了 可弟弟表示已经知道她就是你当年的初恋 小龙很惊讶弟弟竟然猜到这些 又害怕她在胡乱说话 只得用金钱收买这个小魂球 等小龙再回到河边 那里已经空无一人 阿江因为昨晚喝多了 留宿在办公室 早上出门洗漱 看到小龙和大婶正在晒地瓜干 听到他们打算用晒好的地瓜干 做成一种面片汤 想起自己小时候坐在一边 看妈妈做料理的样子 不由地主动要求 做好了也让自己吃一碗 小龙把做好的面汤端过来 看着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阿江再次想起妈妈 意外地温柔问小龙要一起吃吗 小龙连忙表示自己一会和大婶一起 催促她赶紧趁热吃 可惜还没品尝几口 阿江接到电话赶忙走了 原来是之前过敏的小姨妈妈 她的丈夫不忍心 妻子在这里等死 决定带她出去治病 阿江好意劝说 却被质问身为医生却不能救人 想到自己的双手 阿江的心情更加沉重 而这边堂哥李俊一家 还因为上次病患死亡的麻烦而发愁 突然她接到一个电话 竟然是学姐阿珠的 上次收到她的礼物很开心 邀约她去关怀中心见面 李俊高兴之余又有一分紧张 因为从高中她就开始暗恋学姐 这边小龙正耐心地给阿珠化妆 虽然她现在生病看不见 可也不想和李俊的约会显得病痒痒的 还让小龙帮她挑选一身 适合今天妆容的衣服 哪怕是突然旅行也不会逊色的衣服 小龙为她的心态所佩服 用心地帮她挑选衣服 不想待在沉闷的休息室 阿珠特意让小龙带她来湖边约会 俩人来到湖边 感受清新的空气 心情都愉悦很多 回忆起之前和老公的生活 只顾着忙工作 却忽略了生活 俩人正聊着 看到李俊手捧鲜花过来 小龙礼貌地给二人让出空间 让久别重逢的老友酗酒 可回到菜园 突然感觉病房里阿珠说的话有点不对劲 同时医院里护士也在整理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阿珠私藏的安眠药 感觉大事不妙 小龙赶紧着急地跑向湖边 却看到阿珠已经在水中逐渐淹没 不顾一切大跑着去救她 可自己水性不好 顿时俩人都陷入危险 这时阿江也来到湖边寻找 意外看到阿珠掉落的丝巾 往前走又看到遗落的鞋子 心想大事不好 连忙朝湖边跑去 大老远看到湖中挣扎的二人 没多想就脱下衣服扎进湖中 顺利把二人救上来 上岸后立刻给昏迷不醒的阿珠做心肺复苏 一旁的李俊看着眼前不省人事的学姐 脸上满是悲伤 回到病房一番紧急处理 阿珠总算脱离危险 从病房出来 阿江看到堂哥情绪低落 好心告诉他阿珠苏醒的消息 李俊来到病房 却被阿珠误认为是老公来了 表示自己不想活了 因为他就是个累赘 李俊强忍着眼泪和哽咽的声音 表达对学姐的失望 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喜欢她了 哪怕去世都不会来参加她的葬礼 更不会为她流泪 说完伤心地走出房间 而小荣浑身湿透地回到厨房 大婶见状赶紧给拿来保暖衣服 还给她做了一碗热汤面 暖好身体的小荣在医院走廊 听到护士在讨论阿江 担心同样下水的阿江现在是否安好 可找遍了整个医院都找不到她 担心她出意外 只好在她的车边等待她 可她不知道 阿江就在天台上一直看着她寻找自己 仿佛是疑问又仿佛是自言自语 为什么这个女人能一直触动自己的神经 本来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她 可命运却总是把两个人绑在一起 阿江不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看着目送自己离开的小荣 回忆起俩人之前的种种经历 无论是在希腊 还是闽城去世的那天晚上 还有现在的一切 阿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感情 她竟然是喜欢小荣 可这份感情让她感到迷茫又不知所措 小荣为了给老奶奶做树梅膏 带着她来山上采摘 新鲜的树梅让俩人心情愉悦 突然老奶奶一声惨叫 一条毒水咬中她的脚踝 小荣吓得连忙捂住了嘴 跑到山顶打急救电话 可信号不好 说话断断续续的 想要找信号更好的地方 结果没注意脚下 不小心滑下了山坡 傍晚一个好心人遇到受伤的老奶奶 把她送回医院 院长和护士长细心地给她包扎 幸亏当时采取了紧急措施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老奶奶念叨 是小荣让她在那里一直等 却一直没有见她回来 这么晚还没回来 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阿江拿着手电筒 在山上大声呼喊小荣的名字 可始终没收到回应 想着下午五点小荣打过急救电话之后 再也没有消息 阿江心里格外担心 不要出什么意外 突然 在一个山坡下 看到好像一个人躺在那里 连忙跑过去 呼唤昏迷的小荣 疼痛感让她几乎说不出来话 阿江背起她 俩人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回医院 回到病房 细心地给小荣包扎好 就要带着她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可逞强的小荣不愿意麻烦阿江 并说自己没啥事 可这让其实很在意她的阿江勃然大怒 脱口而出说出担心她的话 这让小荣感到很诧异 一直卑微的她根本不敢奢求阿江的关系 面对小荣惊讶的目光 不敢展露内心的阿江变得更加狂躁 告诉小荣以后是死是活都跟自己没关系 生气地走出房间 可出门就后悔了 骨子里的善良根本不想伤害屋里的姑娘 可俩人复杂的关系 让阿江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份感情 而树梅奶奶最终还是离开了 只是临走前吃到最喜欢的树梅 她很开心 小荣得知消息 伤心地跑到天台痛哭 却没注意到阿江在天台的另一边 听到她的哭声是那么悲伤和无助 阿江好像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姑娘 也越来越想了解她 可想起闽城 想到这里不清的头绪 她还是说出那些狠话 劝说小荣早点回希腊 俩人以后不要再见面 然而说出的话让自己更加难受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来到阿珠的病房 给她做例行检查 可突然阿江发现一些异常 丰富的医学经验竟然让她不敢声响 就在她想进一步检查时 阿珠的模范丈夫却突然以她不舒服为由制止 看着她有点慌乱的神态 阿江敏锐的感觉里面藏着一些阴谋 回到办公室 左思右想后 还是决定找到之前负责阿珠手术的医生 俩人约在医院见面 看着眼前面容交好的女人 质问她当时为什么没有给阿珠做第二轮手术 因为凭借现在的医疗手段 阿珠完全可以恢复健康 可现在却要在临终关怀中心等死 女人却给出特别官方的回答 表示手术存在风险 综合考虑所以才会放弃第二轮手术 还表示自己其实和阿珠私下感情很好 因为她老公就是自己的科长 况且这种决定当时她老公也是同意的 阿江越想越不对劲 还想着继续追问 可女人却仿佛自尊受到侮辱 称自己一会还有紧急手术 说罢便要扬长而去 看着她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 阿江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说她这种行为也算是杀人帮凶 看着气定神贤的阿江 女人刚才的嚣张气焰顿时弱了不少 有点心虚的没有反驳 慌忙走进厕所 刚才还一点从容的样子 现在说话竟然都有些颤抖 哭泣地跟电话那头说事情败露 接电话的正是阿珠那个模范丈夫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让夫人把下午的手术取消 赶紧收拾好东西集合 俩人准备跑路 可就在二人上了车还以为奔向幸福时 一辆警车挡住了去路 警察通知阿江去作证人 来到警察局却意外看到堂哥李俊 他竟然把模范丈夫暴打了一遍 看着失魂落魄的堂哥 阿江觉着他好像也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无情 经过这件事 阿珠决定再次去做手术 虽然结果未知 但只要有希望 这次就不会放弃 把阿珠送上救护车 院长陷入深深的自责 自己引以为豪的徒弟没想到竟是这种人 还一直以为他们很恩爱 差一点成为他们的帮凶 阿江安慰他要注意身体 不要抽烟 因为这并不是他的错 宁城走后 院长对自己就像父亲一样关心 他能做的就是代替兄弟多一些陪伴 这边小荣正在准备午餐 穿着太空服的小智来找他 还说自己其实来自外星球 任务就是守护地球和平 可惜自己星球的人马上就要来接他了 听着童言治语的话 小荣内心真的希望出现一艘飞船来接这位宇宙战士 晚上还在天台琢磨到底是哪个星球的外星人呢 被一旁的小智哥哥嘲笑这都相信 别让外人知道 不然会说你傻 可小荣还是愿意去相信这是真的 这一幕被阿江看到 内心对小荣的偏见好像又消失了一分 就好像一种预感 就在第二天 小智瘫在病床上呈显瞻旺症状 迷流之际 这位宇宙战士仿佛看到了飞船到来 在医生护士和妈妈的陪伴下 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毫无遗憾地离开 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 我们能做的只有永远的明镜 小荣也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告别这个小小的生命 她用充满幸福的巧克力制作成飞船形状的蛋糕 就用她来带着还没走远的小智回到她的星球吧 回到多年前 一栋豪华别墅内 一个小男孩正在哭泣 看着电视上播放的新闻 市中心一栋百货大楼坍塌 而自己的妈妈不幸就在里面 她跑着来到餐厅 恳求家人可以救救妈妈 可大家仿佛她不存在一样没有任何行动 只有一旁的大伯父还假惺惺 安慰她警察会处理好这一切 小男孩绝望了 想到自己的妈妈在又黑又累的地方生命垂危 家里的亲人竟然还没世人一样大吃大喝 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看着管家按照奶奶的要求收拾妈妈的遗物烧掉 把自己最喜欢的巧克力全部扔进去 超级喜欢巧克力的她 决定以后不会再吃一口 她要吃饭让自己赶快长大 这就是阿江的童年 开车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冰冷的家 因为阿猪的事迹被媒体大肆赞扬 本来陷入风波舆论中的巨城医院得到缓和 奶奶对此很满意 她答应阿江 只要把临终关怀中心关闭 然后建作全国最大的疗养院 之后就把巨城集团交给阿江 这也是妈妈死后 阿江唯一的目标和动力 回到关怀中心 阿江并没有为江要赢得继承权而开心 反而是想起院长的话 想到自己在这里所有的经历 想到那些即将离开世界也很幸福的伙伴 阿江心里有些迷茫 走出门正好碰到小龙 俩人刚要擦身而过 却被从天而降的床单盖在头上 阿江看着面前的女孩 明明想要极力远离她 可却忍不住去关心她在意她 扯下床单 原来是被惩罚做义工的堂哥 不小心把床单掉落楼下 做完义工回去的路上 看到打篮球的阿江 一向针锋相对的俩人再次打起嘴杖 堂哥表示阿江背后用阴谋诡计 骗取奶奶的信任 而阿江也不解释 他就是要让大伯父一家都难受 不服输的俩人打起了篮球 都有争强好胜的心 小动作越来越大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干脆不打球了 直接打人 俩人像小时候那样 扭打在一起 你给我一拳 我给你一脚 彼此发泄在心中的怒火 突然院长来到 呵斥俩人分开 及时阻止了这场闹局 而在洗浴室 对于仍把巨城医院 当作人生目标的阿江 院长感到很失望 他告诉阿江 人生不应该这样 看看那些从这里离去的人 难道不应该学到点什么吗 看着走远的院长 阿江似乎对他这些年的目标 有所怀疑 准备回家 却又在医院门口 看着小荣和堂哥 同打一把伞上车 醋意顿时上头 路上雨突然停了 李俊表示这么晚 就算是雨停了 也依然会送小荣回家 俩人正聊着天 突然后面一辆车 疯狂地按喇叭 善良的小荣 以为他们做错了什么 可李俊通过后视镜 发现竟然是阿江 自言自语地表示 自己有做错什么 可报复心立刻就上来了 就是不让道 而这回掉粗钢的阿江 快要把喇叭按碎 不知情的小荣好意提醒李俊 没准后面的人有急事 不如让人家先过去 看到李俊手有些不舒服 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没多想李俊脱口而出 是刚才打阿江打的 这下把小荣惊呆了 感觉到他的诧异 赶紧弱弱地表示 自己也挨揍了 鼻子上脸上身上 也都是轻一块子一块的 可小荣心里全都是阿江 生气地问你们 为什么会打架 阿江刚刚还救了 你最喜欢的学姐 这就是报恩的方式吗 李俊现在听到 学姐的名字心里就堵得慌 呵斥小荣不要再提他 情绪瞬间失控 把车停在旁边 讨好式地跟小荣表示 阿江其实很坏 表面上看着很善良 其实背地里都是阴谋诡计 听到别人这样 评价自己的初恋 小荣立刻就生气了 强硬的口气表示 你根本就不懂阿江 整得李俊有点莫名其妙 打开门下车 宁愿自己走着回去 也不愿意再坐他的车 留下车里一脸无奈的李俊 第二天 小荣带着敏英来买最爱吃的三明治 正巧阿江也走进来 原来他记错和敏英约饭的日期 昨天敏英还以为被他放鸽子 不过现在正好大家一起吃 可饭桌上俩人显得有点奇怪 谁也不看谁 大口大口地吃食物 却谁也不说话 敏英突然想起上次在天台 新冠肺炎的事 问他是不是沾染了病毒 本来是骗小孩的 阿江被问得差点没噎住 怕自己的心思暴露 连忙摆手表示自己没事 可越着即可的越厉害 吓得其他人还以为他真的是肺炎患者 单纯的小荣果然当真 不知道从哪拿了温度计 敏英看到情况不对 赶紧借口上学溜了 阿江测完体温给小荣证明自己健康 还让他摸自己额头 说完打开车门 让他坐车一起回去 小荣客气地表示 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 谁知道阿江酸酸地表示 你昨天还坐李俊的车 还光明正大的坐 一句话给小荣说乱了 这时厨房大神打来电话 小荣没有犹豫直接坐上了车 车上还小心翼翼地解释 上次是如何十分犹豫蹭了李俊的车 阿江心里高兴 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 回到医院看着小荣欢快地跑过去 扭头看到他留在座位上的纸盒 想起这段一起经历的事情 不由地笑起来 冥冥之中 两个人已经有了深深的羁绊 厨房里 堂哥李俊因为打人被罚做义工 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包洋葱 小荣走进来 因为之前搭车并不愉快 对于泪流满面的李俊置之不理 不敢偷懒 只能含着泪水 一边干活一边偷瞄小荣 过了很久 小荣拿出一个蜡烛点燃 表示这样就不会熏眼睛了 气得李俊直接把洋葱扔一边 有这么好的办法 为什么现在才说 小荣故意说自己刚才在忙 还拿起一片洋葱塞进李俊嘴里 表示这样效果更好 再说毕竟你是在受罚 自己也没办法帮 昔日的财阀大少爷 只能无奈地一边包洋葱 一边看小荣认真做料理 忍不住询问他和阿江的关系 俩人是怎么认识的 看起来交情不错 可一个厨师一个医生 按道理也没什么交集 问到嗨处还八卦 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荣没有回答 静止走到门外 又给李俊拿了一袋 新鲜的洋葱让他包 回去继续做菜 可听到李俊再次问 自己是不是喜欢阿江 惊慌中一下烫到了手 赶紧用清水冲一冲 贴上一个窗壳贴 李俊好奇为什么 只是提了下阿江 就这么激动 难道真的喜欢他吗 小荣却自始至终 都不承认喜欢阿江 只说因为他救过自己的命 心里一直很感激他 殊不知阿江一直在门外偷听 眼神里仿佛多了一分失落 第二天 阿江带敏荣出来玩 想到小孩子可能是最单纯的 问敏荣如果对一个人做了错事 要怎么做才能获得原谅 天真的敏英直言错过了 就说对不起 阿江听后仿佛若有所思 然后就要拉他回去 可看着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人小鬼大的敏英 调侃阿江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被说中心思瞬间脸红又手足无措 故意问敏英猜他喜欢的人是谁 在空中比划了姐姐两个字 阿江顺利应当地想到小荣 可没想到敏英说的并不是他 回到医院 看到长椅上的小荣 想着敏英说姐姐也喜欢自己 回忆着最近俩人相处的情景 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他 可想到自己最好的朋友敏成 阿江眼中多了一份坚定 走到小荣跟前 郑重地对他说 在自己眼里 他永远都是敏成的女朋友 自己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而小荣听到这猝不及防的话 连忙表示自己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话 阿江就独自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 想到俩人之前的点点滴滴 看着桌子上小荣一落的签纸盒 把他放进抽屉 阿江决定把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 小吃摊上 一个女人将半罐盐倒进碗里 吃了一口 竟然没有任何感觉 旁边的弟弟看到不敢相信 用勺子尝了一下 赶紧拿矿泉水束束口 简直太咸了 可小荣看着如此夸张的弟弟 还以为他又调皮 这哪里咸了 明明一点味道都没有 说完把剩下的半罐盐也倒进碗里 这让旁边弟弟以为出现了幻觉 不甘心再次尝了一下 这次更咸了 可小荣还是感觉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已经放了这么多盐 可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呢 不顾弟弟的阻拦 直接挖了一勺盐放进嘴里 小荣难以置信 这么多盐 还是一点都不咸 自己竟然没有味觉了 来到医院 躺到医疗设备上做完检查 结果竟然是因为脑部的创伤 导致丢失了味觉和嗅觉 身为厨师的小荣一时难以接受 而平常吊耳郎当的弟弟 此时躲在角落里 看着姐姐伤心的样子格外心疼 回到关怀中心 小荣照例准备食材做午饭 一旁做义工的李俊 好像在给萝卜挠痒痒 当想继续八卦他和阿江的事 魂求弟弟冲进来 责怪姐姐现在还有闲情 抑制在这削萝卜皮 说着就要拉起姐姐 刚才那个医生一定是佣医 咱们再去另外一家看 可小荣却表示要先把午餐做好再去 俩人的对话被旁边的李俊听到 关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心直口快的弟弟 直接把姐姐的病情说出来 这让小荣特别崩溃 责怪他难道让全世界 都知道姐姐的糗事吗 出来看到小荣独自坐在板凳上 李俊上前安慰他 可碰巧被阿江看到 看到俩人亲密地坐在一起 阿江顿时猝意横生 正要走过去 护士长看到李俊偷懒 把他喊走干活了 这时 一位患者家属故意来找小荣的麻烦 因为他之前拆穿了他们的谎言 家属还想要对小荣动手 被阿江霸气地制止 内心保护小荣的冲动越来越明显 他现在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而小荣回到厨房 意外有一名患者前来向他请求制作料理 因为今天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制作装盘 小荣的料理包含了美味 兼顾了情意 这让患者夫妇二人非常感动 看着恩爱的俩人 小荣内心很欣慰 他的料理就是为了给人带来幸福 那是他从小就从一个小男孩那里 学的最珍贵的东西 丢失味觉和嗅觉后 想着医生说这种状况 不确定能不能恢复 心里充满悲伤 用手沾了下搅拌的大酱 放进嘴里还是感觉不到任何味道 制作美食一直是小荣坚强的动力 可现在老天却给他开这样一个玩笑 而阿江还不知道这种状况 他带着敏荣再次来快餐店吃三明治 看着满怀心事大口大口咀嚼的阿江 敏英问他是有心事吗 阿江起初摇摇头 却又点头承认 懂事的敏英把自己的三明治递给他 因为弟弟曾经说过 吃三明治是最幸福的事 所以他想让阿江更幸福一些 阿江反问觉着自己不幸福吗 敏英觉着他长得又帅 还是医生 这么受女生欢迎 想到上次不小心把护士姐姐喜欢她的事说出来 敏英还说自己因此被臭骂了一顿 阿江有点震惊 原来敏荣说的姐姐是医院的护士姐姐 并不是小荣 想到自己之前对她说的那些狠话 她郁闷极了 怎么当时没搞清楚呢 她也为伤害到小荣感到自责 回到办公室 还是忍不住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 想到小荣听到自己说的话 柔弱而又坚强的样子 自己怎么可以让她去承受痛苦呢 阿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而与此同时 小荣正在厨房交一位外国大婶做料理 看着她细心的样子 门外偷看的阿江丝毫没有注意走过来的护士长 护士长奇怪她为什么会在这 阿江撒谎是因为303的患者食物过敏 所以过来确认下 可护士长有点惊讶 因为那个患者前天就已经去世了 这下给阿江整得更尴尬了 连忙说那就是自己记错了 然后慌忙逃走 而小荣再次拿起厨房的调料 每一种都闻一闻 还是没有任何感觉 越想越难过 只有做菜才能让她快乐 可现在这唯一的幸福也被老天爷收走了 这时厨房大婶回来 她已经找到了接替厨房工作的人 不知情的大婶 为之前一直要求她留在这个小地方道歉 鼓励她去更大的空间展现自己的厨艺 却没有注意到小荣落寞的眼神 下班后 小荣来到夜市 琳琅满目的小吃让人很有胃口 努力地闻着这里的味道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无奈的她只能再次回到医院 在停车场等到回来的阿江 她要和她道别了 晚上阿江从家里吃饭回来 因为不想关闭关怀中心 和奶奶的饭局不欢而散 回到医院 看到小荣坐在那里 原来是专门在等她 可开口竟然表示自己要离开了 这突如其来的告别让阿江猝不及防 看着小荣离自己越来越远 感性终于战胜了李治 连忙跑上前拦住她 可面对小荣的疑惑 阿江找不到挽留的理由 突然想起小时候吃的一种面疙瘩汤 想让小荣做给自己吃 这都快晚上十二点了 小荣听着阿江这个理由有点奇怪 可还是回厨房做给她吃 戴上围裙 麻利地拿出面粉 准备给阿江最后做一次面疙瘩汤 也许等自己走后 这就是俩人最后一次见面了吧 阿江看着忙碌的小荣 主动脱下外套打下手 可脑子里想的全是小荣要离开的事 结果不小心把面弄了一身 小荣看到后 贴心地去拿了一个围裙给她 可是双手上都是面 自己也没办法穿 尴尬中 小荣主动示意给阿江穿上 这一刻 就好像贤惠的妻子在服侍心爱的丈夫 目不转睛地看着小荣 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些 看着一旁注视自己的阿江 小荣有点尴尬 告诉她可以先回办公室休息 一会做好了喊她 这委婉的提示让阿江陷入尴尬 可自己并没有打算回去的意思 却又一不小心把煮饭锅弄得叮当响 暗自自责却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明明很想挽留 可又张不开口 正好瞧见墙上有一瓶白酒 正所谓酒壮耸人胆 拿过来赶紧喝一大口 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说 竟然跟小荣说了句对不起 小荣却不知道她有什么错 俩人又陷入尴尬的气氛中 阿江喝了两杯酒也不知道怎么说 正想着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没想到小荣表示 俩人这样独处一个空间让她很不舒服 让她赶紧回办公室 这种委婉的拒绝不就是之前的阿江吗 无奈之下只能先回去 可走到门口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竟然是许多年没联系的渔民叔叔意外去世了 想起小时候叔叔带她如儿子一样 每次出海都会给她带巧克力 可自己从关岛出来之后再也没回去 而如今却已经天人永迭了 崩溃的阿江大跑着来到停车场 她要去送叔叔最后一程 可着急却忘了拿车钥匙 正要回去 小荣从后面追过来 手里拿着她的外套 拿过钥匙就准备开车 可路途遥远阿江还喝了酒 这时小荣主动坐上驾驶位 她要做代驾和阿江回去 冥冥之中 俩人又将要回到二十年前初次见面的地方 空无一人的柏油路上 夜深人静 阿江回忆着小时候的往事 叔叔每次出海 都会给自己带最爱吃的巧克力 可约定好很快就回去的自己 却一直没有回去 回忆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小荣连夜开车 终于在叔叔下葬前来到殡仪馆门口 下了车 小荣表示自己先坐客车回去 俩人就分别了 可没走多远 竟然发现自己来得太仓促 忘记带手机和钱包 还拿走了阿江的车钥匙 赶紧又折返到殡仪馆 却没看到阿江在哪里 而此时阿江站在叔叔的一向前 想着之前二人的约定 可还没有等到自己回来 叔叔却已经去世了 自己来得太迟了 这时叔叔的侄女 把他生前特意留给阿江的遗物拿出来 打开是满满一大盒巧克力 看着这一盒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阿江笑着流下一滴滴眼泪 而这边在医院的弟弟接到陌生电话 是小荣借用的公用电话 让他给阿江发信息 说自己在殡仪馆旁边的海边公园等他 恰好这时堂哥李俊经过旁边 好奇俩人为什么要一起去关岛 大嘴巴的弟弟 还不小心说出他们俩都是彼此的初恋 小荣来到海边公园等阿江 一晚上的长途跋涉让他特别疲倦 坐在长椅上就睡着了 而阿江这边安葬完叔叔之后 收到小荣弟弟的短信 来到海边看到小荣坐在长椅上睡觉 海边吹来微凉的小风让他身体微微颤动 阿江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 没想到睡熟的小荣竟然直接倒在了阿江肩膀上 害怕惊醒他 阿江竟然保持这个姿势五个小时 日落黄昏 小荣睡醒了 睁开眼竟然看到面前的阿江 吓了一跳 缓过神心疼他竟然一直这样保持了这么久 应该早点叫醒他的 可阿江却温柔地表示就算是再久也没关系 把车钥匙还给他 自己忘记带钱包 能不能借点钱坐车回去 看着懦懦的小荣 阿江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回去 而且现在就是去坐车也赶不上木班车 这回肚子很饿 俩人打算吃个饱饭再出发 阿江带着小荣来到海鲜市场 买些丰富的食材 阿江带着小荣最终来到一家熟悉的餐厅 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即使是离开二十年之后 一切都还和从前一样 阿江决定亲自下厨做一桌可口的美味 看着眼前他忙碌的身影 小荣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 饭菜很快做好 摆在院里的小桌子上准备用餐 小荣愉快地品尝 还夸奖阿江厨艺好 可这时阿江说出实话 他已经知道小荣失去了味觉 因为弟弟传短信都告诉了他 所以才不想带他去一般的餐厅 小荣感动得眼睛泛红 吃了一大口饭 接过阿江递过来的纸巾 时光仿佛回到二十年前 小荣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听着耳畔熟悉的话语 阿江记忆不停地闪回 不敢相信的他艰难地问 之前来过这里吗 小荣默默地点点头 阿江内心惊呆了 难道你之前来过这家饭店吗 小荣再次点头 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女人竟然 就是当初激起自己内心波澜的女孩 可她还记得我吗 却没想到 小荣再次点头 时隔二十年 同样的地点相同的两个人 缘分竟然再次让他们相遇 小荣不敢直面阿江 起身来厨房收拾餐具 却被阿江一把抓住 她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 一直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 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傻子 可还是忍不住问出 憋在心里二十年的那句话 为什么约定的那天小荣没有来 想起一年之后 自己再次来到大海饭店 却早已人去楼空 小荣没有提起这些 只是说因为家里的原因 没有能履行约定 自己也很抱歉 还没来得及说更多 叔叔的侄女大美 过来喊阿江去家里吃饭 看到旁边站着的小荣 还以为是阿江的女朋友 可小荣赶紧解释 俩人只是朋友 却没注意到 旁边的阿江听到有点失落 大美赶紧为自己误会道歉 又表示自己 其实从小就暗恋阿江 只是当时舅舅 一直喜欢阿江的妈妈 所以只能默默放弃了 不过现在再次见面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刚要表白 阿江直接表示 自己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大美不敢相信 想要知道那个人是谁 比自己还漂亮吗 可阿江并不想说这些 气得大美直接摔门走人 到门口看到小荣 还不死心地问她 知道阿江的女朋友是谁吗 小荣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是谁 无奈的大美刚要回家 又想起来自己忘记 提醒阿江去看大海 这是小山的孙子大海 因为主人走了 一直不吃不喝躺在主人的被子上 阿江看着长得和小山一样的大海 想起小时候自己根本不想去首尔 她想和叔叔小山在一起生活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一切早已物食人非 却又仿佛一切都没有变 自己这些年一直把继承 巨城医院当作人生目标 到底是对还是错 阿江给院长打电话多请几天假 想在这里住几天 她感到累了 有点厌烦回去的生活 如果当初能选择 这里才是她的家 而医院这边阿江还不知道奶奶住院的消息 堂哥打电话给她却一直无人接听 她决定要亲自去关岛找阿江 看着小荣细心温柔地照顾大海 阿江内心的冰层逐渐融化 这个努力生活的女孩 一直带给她的是温馨和幸福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难道就是为了争夺家产而活吗 第二天清早 阿江正准备带大海出去散步 却发现大海已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一早出去买菜回来的小荣 看到阿江抱着大海坐在那 仿佛明白了什么 俩人来到山坡上埋葬了大海 看着远处一起为她默哀 回到小院正好碰到千里迢迢赶来的堂哥 阿江经历了母亲去世 关系最好的叔叔去世 把自己当作家人的小伤后代去世 他感觉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不想再回到那么没有人情味的家 堂哥很少看到阿江软弱的一面 内心也不是滋味 独自一人来到海边 手机里收到母亲已经获得家族代理董事长的消息 内心骄傲的他不想这样获得不光彩的胜利 而小荣看着熟睡的阿江 贴心地给他盖上被子 而他也下定决心不再为自己的病所困扰 面对着自己本十分熟悉的食材 小荣再也没有了恐惧 用爱意来烹饪的食物才能让人最幸福 傍晚醒来的阿江来到海边找到小荣 俩人并排坐在地上 一向冰冷的他竟然主动表示找了小荣很久 俩人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 变得无话不谈 看着广阔的大海 人类显得那么渺小 突然小荣问他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肚子饿吗 阿江再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内心 小荣开心地表示那就去吃饭吧 这次换他准备可口的食物 看着面前和自己牵扯不清的小荣 阿江此时心里急了 想到好兄弟敏诚 他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厌倦用尽全力推开 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触动他新的女孩 没有察觉变化的小荣连忙起身准备去给阿江开门 却被阿江一把抓住手腕 他决定以后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阿江来到奶奶病床前 表达自己不想卷入这场全力纷争 只想过自己幸福普通的生活 这让一直强势的奶奶勃然大怒 让她滚回关岛 可这并未动摇阿江的决心 经历了关岛之后 她终于看清内心的自己 来到厨房 找到正在忙碌的小荣 这次更加直白表达自己的心意 哪怕小荣现在不接受自己 也不会放弃 直白的爱意让小荣有点不好意思 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给阿江吃 俩人宛如一对新婚夫妇 气氛显得那么和谐 突然 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追着护士闯进后厨 俩人你追我赶 看到挡在身前的阿江 男人嚣张地让他滚开 一旁的小荣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整得有点害怕 注意到这一幕 本来不想惹事的阿江摘掉眼睛 霸气地问男人你瞅啥 结果下一秒 天台上阿江捂着受伤的脸 蹲在地上 小荣温柔地拿过来冰袋 让他敷一下红肿部位 赶紧先假装没事的样子 表示自己不需要 一点都不通 拳头跟棉花似的一点都没劲 可小荣没有理会他的话 直接给他敷脸上 原来那个男人是陪护士的爸爸 前一阵子还上过新闻 是著名的警察局重案组队长 外号疯狗 可阿江还是因为在喜欢的人面前挨打 感觉有点羞耻 这就是男人的天性 都想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表现得像超人一样 而表哥因为家里的事烦心 自己一个人在烧摇做饭吃 想起和父亲去爷爷的坟墓 终究还是没忍心把秘密告诉他 因为一次偶然的时间 他竟然得知父亲并不是爷爷亲生儿子 所以自己从开始就是奶奶为了磨练阿江 视他成为财阀领导的炼金时 而阿江也接到他的短信来到这里 看到堂哥的举动很奇怪 也对他竟然把有利于自己盟友的名字告诉自己 想到小时候大伯母对于表哥严厉地管教 因为考第二名就会挨打 而自己特意为他做巧克力 希望他能开心 可堂哥一如既往地排挤他 年幼的阿江不知道为什么堂哥这么讨厌自己 即使长大以后 俩人还是解释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 小荣这边突然从弟弟那里知道妈妈的地址 虽然心里是拒绝的 可还是没忍住来找妈妈 来到目的地才知道 这里也有一个被妈妈骗得倾家荡产的男人 心里对妈妈的最后一点念想也磨灭了 伤心的他想到了阿江 而阿江此时正在找大伯母 因为他知道集团准备关闭临终关怀中心 他要阻止这件事 接到小荣 俩人漫步在海边 这次小荣决定敞开心扉 讲述他的故事 故事中有他的童年初恋 有他的家庭纠纷 可提到闽城 阿江始终还是无法忘怀这个最好的朋友 可这一次就算是闽城 阿江也不打算再放开小荣的手 以后的故事里 只有你和我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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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